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醉酒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开心我好好 昨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 我们领导突然通知说栏目聚餐 可以说是很突然了 这又不是过年 又不是过节 又不是有啥喜事的 怎么突然就聚餐了呢 正当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我们的波波同学站了出来 咱碰到全力 共同聚相 栏目聚餐 领导难得的在大家面前表扬了我 他说多会我经常知道 才有了这次活动的经费 我们就爱你这样的同事 你可要好好保持 感谢郡主 不知道下个月的经费 是不是也考虑包了 有没有考虑半个迟到月卡 年卡之类的 不得不说 我们的波波同学可真是为好同事 为了让同事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牺牲了小我 完成了大我 不惜以自己每天迟到 扣工资为代价 真是感动得我突然哭了 希望波波同学今后继续保持这股 我们每个月聚餐的经费就有着落了 那个谁 小美 都有人请吃饭了 你就开心点了 是不是 管不住嘴 卖不开腿 吃完躺在床上纳闷自己 到底怎样才能变瘦变美 人数真是难了 我每次也是吃饱了 提醒自己不能坐着 然后就去床上躺着了 你说啥 风太大我听不见 我也想不明白 算了 还是要喝个下午茶 吃个汉堡再想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减肥的秘诀难道不是 管吃嘴 卖开腿吗 你这连最基本的都没做到 太学生假诚了 来一个吃饱了躺着 你都能约谁呀 是不是 减肥呀 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事情 你学学人家川大帅哥 他就可讲原则 好 好